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昨天就说到那个 脉有相称 有重 有痕 有腻 有顺 那什么叫重痕 在战国时期 有一个重痕之数 对不对 连重之数 那在我们的脉旋里面 什么叫重 水行称火 金行称木 就明曰重 那这是很简单的 水是克火的 对不对 那金是不是克木的 五行之重 对不对 那这种状态 相克 顺克 就为之重 这指麦相哈 那火行是称水 物行就称金 就名曰恨 也叫做恨 那大恨来 广东王比如说 大王来 像螃蟹一样 对不对 螃蟹 其实螃蟹有多大的力量 对不对 是 尝尝是被人克住的 这些反过来 反过来 相克了 那这里所说的 人家是 人是 水是克火的 但是 现在火 火行反过来是称水了 对不对 那 物行就称金了 这种相克吊牌过来了 这叫恨了 对不对 恨有点野蛮的意思 对不对 吊转过来 发恨 发恨 那什么叫 顺和力 那更加简单了 是相生 刚是相克 相生 那比如说 金是不是生水啊 在五行之中 对不对 木就生火了 对不对 那这就是说 顺 那什么力 掉转过来了 对不对 本来是 金生水 金是母 水是什么 水是子 对不对 现在子反过来 乌如母了 对不对 那这叫做 力 大力不到 对不对 这就是 纵横顺利 在脉学里面的解词 也就是五行 所以 我们说 那个 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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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匟岛 医学和 医经呢 是同源的 同源 同道 就这么来 这里面 涉及到 五行的东西 那下面有一个 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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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约 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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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沉舍若悬眉 对不对 那知道的阴脉和阳脉有什么用 那前面不是有句话叫做 阴病得阳脉者生 阳病得阴脉者死 这是一个用于判断 判断阳病和阴病的预后 那这里又提出了一个残贼之脉 什么叫贼 什么叫贼 在我们的古汉语中说文解释 贼 并非笑不透那么简单 我们说脉国贼 为什么叫贼 贼在我们的汉语原义中是 残害忠良者为之贼 是残害忠良者为之贼 那这里说的这个贼卖 实际上是残害我们人体的正气 对不对 等等一下 那 病脉 风寒蜀丝 风寒蜀丝 风寒蜀丝就会伤于外 大自然的风寒蜀丝会伤于外 鸡保老义就伤于内 这其实告诉我们一个什么 这个八邪 我们经常说邪气邪气邪气包括了 哪些邪气呢 风寒蜀丝 风寒蜀丝 这就是伤我们的外调 而伤累的是什么 饥饿的饥 饱 太饱太过 饶太劳累 义 安义 就是什么事得做 也一样会伤 这此为八邪 啊 那在我们的 《黄帝列经》里面说过 经脉 经脉者 反映出来是 勇和胃 对不对 勇气和胃气 是不是 那我们回忆一下 前面说过一个很简单的解释 什么叫勇气 什么叫胃气 以现代中医教科书里面所说的 勇气是 血液循环的功能 而胃气是 胃外之功能 而经脉 这样 这个经脉啊 反映出来的就是 勇胃 勇胃 的状况 也就是 一阴一阳 对不对 胃在外 勇在内 一阴一阳 一个气 一个血 勇血 我们经常说勇血 胃气 就是我们来的 也是胃外功能 对不对 也是乳氧功能 那同样 胃 是起到一个 胃外 胃内的 乳内的功能 但是 同时 如果 发挟 我们刚刚说的 公寒鼠尸 对不对 鸡宝劳益 这八斜 也可以 通过 溶胃 通过溶胃 来 进行 做病 在我们的经脉中 做病 风寒鼠尸 风寒鼠尸 桑鱼融味 它就 克于 营养之中 我们前面不是学过 风则 什么 卖虎 对不对 寒则 什么 脑肩 对不对 就是卖井 中鼠 还是夏天 我们中鼠 它反映出来的脉 反映出来 溶胃 在经脉里面的 运行的状况 就是 折滑 滑脉 如珠转盘 我们算盘 如珠转盘 如珠转盘 所以转 一例一例的 对不对 中施 折 卖色 色 折 则为什么 血气 不足 撕 就会阻碍 气血的运行 对不对 所以 就会色 伤于阴 则卖成 对不对 伤于泪 就卖成 所以 乘者 为什么 乘者为 乘者为 帐 是不是 是不是 伤于阳 则卖福 这伤于阳是 卖福 符 是表示 血在表 所以 叫做 表症 所以 中医 跟西医的脉 它是完全没得比 我们中医打脉 可以知道 可以知道 病血 病血 是在 表 还是在泪 它侵害我们的油味 也就是气血的状况 打到什么状况 其实这些 用现代的科学来解释 也都很容易明白的 也跟现代的科学是细细相关 一样的道理 只是现代的科学 用显微镜去 去看 看得更加细 而已了 对不对 所以 为之 禅贼之脉 那 商良者 就约禅 害良者 就约贼 记住啊 这是我们汉语里面 必须要了解清楚 你才会知道它的用词 为什么 古汉语 我们说 我们都 就从古到今 真正学 学习 中国文化的 都喜欢说 要你看经典 看古典 有些人说 古典是蛮好看的 那么难看 难明 其中一个道理是什么 古籍啊 古典啊 因为以前是被印刷树的 它要表达 一个真理出来 它要表达一个意思出来 它要表达一个意思出来 必须是字字租基 有黄金 一个字比黄金还要贵 对不对 以前是用克制克的租界上的嘛 所以它用词 必须要真 不能说假话 不能说啰嗦话 对不对 你像现在 有电脑啦 我们扬扬几万字 随便打上去 吹水吹了一大堆 真实东西也不说出来 那是因为我们 那个表达文字的方式 非常轻易 所以我们把很多啰嗦嗦嗦的 无关紧要的话 全部放在里面 而古典 古籍里面 是不可能出现这种状况的 你想想 用个诸检 刻一本 撒韩论 要多少诸检啊 对不对 要花多少人工 所以 会不会那么啰嗦 会不会把废话也放上去 这是其中的道理 商量约贼 商量约常 害量约贼 所以叫做 常贼之脉 常贼之脉 是能够伤害正气 那我们要知道 为什么他单单提出 这个常贼之脉啊 是六 六个常贼之脉 其实这六个常贼之脉 是最 最基本的 最常见的 所以我们要了解 什么叫弦啊 什么叫紧啊 什么叫福啊 什么怀啊 什么叫成啊 那在这六个 常贼之脉之中 他能够为猪脉作病 就是意思说 可以 由这六种常贼之脉 去引发我们身体 把我们身体 各个经脉里面 去产生六种病 不单是一种 可能会复合起来 会产生多种 多样 各种各式的病 而在外相里面 也就反映出一种病 来的 你看看 在这六个常贼之脉中 有多少个是属于羊脉 有多少个属于鹰脉 嗯 五个属于羊脉 五个属于羊脉 哪五个啊 你先要明白 三个 你看 羊脉里面有五个对不对 大福硕洞华 你看福硕 福硕是属于羊脉 锦是属于羊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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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它 什么叫锦啊 锦必须是福的 三寒论里面啊 三寒 三寒病啊 所以病在表 没有没有 陈色若贤味 贤 陈 色 三个 是属于羊脉 对不对 你明白 你明白这个意思 所以 阴阴一羊 各三 各三羊 三业 这 这六种 残贼之脉 你必须要了解清楚 因为这六种残贼之脉 可以为猪脉做病也 这是很重要的 就像呢 一个基础 最基本的 那当然 不好的 邪气也有最基本的东西 对不对 这意思说 就是 似了 那么 我 是 我 我 所以 我 你 我 你 我 好